辣椒是否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呢 这个话题仍然有争议的时候 无论政党、前任特首和才爷 以至地产业界都如出一切 要求政府减辣或切辣 对于这个话题 似乎特首李家超都心中有数 避无可避 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之中都应该有回应 但如果政府真的减辣或切辣 又怎样能够平衡到各方诉求呢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量化宽松令本港楼市面对资产泡沫的问题 楼市急速从谷底反弹 引来炒家入市炒一转 当时即买即摸赚十多二十万 这些故事是时候所问的 政府在2010年11月实施额外印花税 目的就是希望击退炒家 不过成功击退炒家之后 就令真正用家因为辣税而不敢轻易辜货 换楼客亦都一动不如一静 反而导致市场放盘量直线萎缩 盘少价高反而令到楼价越升越有 也引来大量内地客及境外客入市 有新盘出现过半买家都是内地客 令政府不可以不实施买家印花税 去增加境外客的持货成本 和推出双倍印花税去减少投资者需求 回顾实施十三年的辣椒 政府就眼见楼价超出了小市民可负担水平 认定是与供应不足有关 希望争取时间制造土地供应时 要藉着辣椒去拉停楼市升势 因为只要供应到位的时候 楼价都会自然回落 13年过后美国已退市 本港新盘供应超过10万个 相当于6至7年的吸纳量 而自通关以来经济复苏不似预期 连环加息之下令发展商难以去货 在骨牌效应之下发展商资金回笼慢 投地意欲也减慢了 政府库房收益是不达标 财资亦比想象中严重 部分亦将125万施楼的业主作为堵住 表明如果不减辣或撤辣 楼价回落会影响社会稳定 市场对减辣撤辣高涨 但这样是否代表辣椒已完成历史任务 整体楼价至2022年中开始见顶 高位回落1成8 现在大约重返2017年的价位 不过仍然比97年最巅峰的时候高出5成3 一个少于45平方米的中小型住宅 平均卖价618万 九成按揭 起码都要有5万6千元的入息占底 才可以获批贷款 根本如果以私楼家庭入息中位数 4万元来说是供不起的 现在市况仍然说不上小市民可负担的水平 支持和反对减辣或撤辣的声音参半 政府可以如何平衡各方诉求呢 第一个问题要答的就是 应该是撤辣或是减辣呢 如果纯粹是减辣 也就是按照各辣椒的实施作微调 政府希望透过减辣去吹谷成交或市场气氛 这个力度又是否足够呢 事实上官府特首去年施政报告 已经放宽了专裁来香港住本7年 可以获退税的安排 某程度也是就着买家印花税的一种减辣 但成效又怎样呢 由去年到现在的实际成交和楼价走势都看到 这个效用是不显著的 但如果政府的选项是撤辣 也会不会是过于激进而导致反效果呢 这会引申几个可能性 以目前市况来说 强横的业主市都明显是扭转了的 买卖双方在意价过程上高 起码都有谈有讲 全面撤辣之后 业主取贷可以变得突然强硬 那时成交就可能会变得胶着 以及楼价可能会重新飙升 未上车的小市民可能会有更大怨气 不过也有另一个可能 就是有大量业主会借机出货 可能价格就会进一步回落 这一点就可能会达到政府预期希望刺激成交的作用 如果价格回落后都没有卖家愿意接货 成交量就会继续淡静 撤辣作为最后一根稻草 所释出的讯息可能会更差 第二个问题要答的就是 如果撤辣是政府的选项 推市的次序应该是三招一刀切 还是分阶段切 如果分阶段切又应该先切哪一招呢 业界呼吁政府撤辣 认为是不会导致大量炒家入市 因为如果政府真的见到炒风重现 可以重新再施加纳税 但这个说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如果政府要走到这一步 只会被人感觉政府招令直改 举情不定 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按政府当日实施辣椒的时序去推算 似乎比较温和应该是收租客和投资者 否则当年他不会最迟才出招杜绝这批人 按照这个逻辑去推算 之后就是境外客 而最担心就是炒家 但如果先撤销双倍印花税 或者续称15%的重价印花税 和买家印花税 但就压后撤销额外印花税 又会有什么效果呢 政府又会不会公布终极切纳的时间表呢 无论会或者不会 即使投资收租客 或者境外客是没有短炒心态也好 但他们都想寻求最高的放盘自由度 反正他们都觉得最终都会撤销额外印花税 又为什么不等到全面撤销的时候才入市呢 假如政府决定施政报告撤销限额外印花税才算 第二天就会变成或先日 即代表2023年10月26日或日之前的3年买家是不能够受惠 但偏偏这批买家就会在楼市最刺烈的时候高出入市 他们不单止不能够受惠减压或撤压 反而要继续被捆绑 放盘的机会就会逼到最后 现在已经不是减压切压与否的问题 而是怎样实施的问题 怎样执行才能令到市场带来最小的动荡 但去换取最大的效果 而背系都不止我们刚才提及的问题 而且都可能会随着市场变化 而衍生更多可能性 而这一点就体验本届政府的实力 和对后市的评估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么多 对内容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看这类楼市短评 记得订阅我们胡说楼市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和最重要是CRS 下次出片就不会错过 下次再见 拜拜